美国正式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虽然经济部表示台湾推动的绿能政策不会因此改变 不过外界却评估 这很可能会对台湾的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因为一旦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在美的企业就不用遵守减碳的要求 这种等于是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那台湾的石化业跟电子业者 很有可能就会把资本外移到美国 以石化业来说呢 占国内整体GDP是将近14% 如果电子业也跟着出走的话 势必大伤台湾的经济动能 美国总统川普说到 做到在一桩兑线选前帮助美国石化产业的承诺 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但这一声令下 不只为全球绿能投下震撼弹 就连不同时区的台湾都可能大受影响 川普还没推出巴黎协定之前啊 国内的包括说像这个台塑集团 他已经宣布要在美国德州跟路易斯安纳州大幅的投资 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国内的夜联集团 也就是钢铁公司 也要到美国去投资 那更不用论台积电也在评估到美国投资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加入这个巴黎协定的话 一定会有更有强大的拉力 会把国内的业者拉到美国去 外界就评估一旦美国真的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企业不需要再负担碳排放成本 这样的利多恐怕会使得台湾的石化和电子业资本外移美国 但这两大产业可是牵动台湾经济的重要命脉 台湾一年出口大概三千亿 大概其中一千亿美金 大概都跟电子的产品有关系 石化大概在我们的出口大概百分之十 但是石化业几乎各行各业 不管什么电子 其他的产业都会用到石化的产品 我们大家也很担心 未来台湾的石化业会无以为继 那剩下最后一根命脉就是电子业 如果电子业再搬走的话 基本上台湾的制造业就全部都没有 以石化业来说 占国内GDP将近百分之十四 整体产值超过一点九兆 如果电子业跟着大量出走 势必大伤台湾的经济动能 在蔡英文政府盼着翻转景气的同时 该如何缓下企业外移脚步 这道来势汹汹的难题 还有待政府想办法解答 欢迎新闻银聚强黄云婷 台北报道